天后节目平安 很开心能够回到这儿 跟大家一起敬拜神 在大陆培训 有一个礼拜多 在那八天里面 感觉到很特殊的感受 连续四十个小时的上课 跟他们有这样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生命也是一种挑战 也是一开的眼光 我们盼望在今天 我们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再次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的确有很多计划 而我们计划真的 就是那个恩典比 在大陆的地方的教会 大了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所踩的脚步 也是神特别的恩兆 但是我们的心智跟那个迫切 也许我们应该再加强一点 好让我们在生命里面 能够站在一个高处 能够向更高处而行 然后我们所带出来的亮光 就会是生命里面 我们自己的喜乐 也是国度里面的一个盼望 我们希望在灵里面 都有这样的一个彼此的学习 好不好我们再次来祷告 现在主耶稣引导我们 以下时间的思想 让我们看见 让我们感觉 神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还有我们的态度 在你面前所持定的 献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姐妹 今天这个题目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当然我们被造 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是一个被造物 被造物跟创造者 一定有生命的沟通 因为你造我 一定有你的意念 一定有你的想法 神在我们身上 一定有祂的想法 所以我们活出来 跟祂的想法 我们一定是一个 沟通的一个路线 那现在这个沟通路线 我们常常 有时候接错路了 我们是被造物 但是我们想要用 一对一的对等方式 来跟神观念 说我的想法 我所在我的环境里面 我的看法 弟兄姐妹 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 这两个字 如果进入到 里面的 寻荣词的用法的话 那奇妙 我可以说 很熟悉的 一个wonderful 这个大家都很能够了解 哇 万物一切 还有身体的功能 一切都是wonderful 当然那个没话可说了 但是可畏呢 fearful 在这生命里面 你要了解 fear这个字眼 就是害怕 害怕 那你带着一个害怕的心 有一种心情就是 这个是智慧的源头 也就是说 你不随便 你站在对的地方 做该做的事情 也许 我们在wonderful里面 也做对的事情 但是都没有站在 对的地方 所以我们说的 听话乱坠的 我们说的好棒好棒 但是我们没有 站在对的地方 我们做了很多的善事 基功德 造桥 铺路 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生命依然是苦闷的 那个苦闷不是 从外面来的 是里面 一直都是苦闷的 我们现在看看 在我们生命里面 也许 真的 在这个当中 能够 思想 为什么更多前日所说的 我 我宁愿 我甚至 就这样好了 我拣选于左的 叫那自以为智慧的 见羞愧 这样吧 我拣选那软弱的 叫那些强壮的 知道羞愧 知道羞愧 好 那我们也许就来看自己 一直认为自己是哪种角色 好 那在生命里面 有两种人 我们可以来讨论 其实说老实话 我们讨论完就知道 圣经早就对这两种人 有这样的很深刻的描述 第一种人 就是得着了神 他来到神面前 但是被神得着 被神得着 他有一个很正确的步骤 就是破碎自己 破碎自己 知道自己算不了什么 他很容易把自己的外壳拿掉 把自己的锦标 曾经有过的锦标 都把它拿掉 我的第一名 第一名都把它拿掉 并不是不要 而是不要看重 还是说 不要把你生命的位置 摆在那个第一名 摆在第一名 有时候看错 你世界一百公尺 第一名的那种 穿记录了 你要知道 你站在第一名 我们那个夸耀什么 其实你从第二天就退步了 第二天就退步了 1970年的奥运会的第一名 现在你随便都可以赢他 也就是在生命里面 生命里面的道路 我们往前跨 我们以为那第一名 就是我的定位 所以假的话 所存的一念 都是在伤害自己 叫做空虚 空虚 弟兄姐妹 现在这时代里面 我们被太多的名片上面的头衔 欺骗了自己 欺骗别人 我们不愿破碎自己 但是有一种人 他说 真的哦 在耶稣基督爱里面 这么好 我才发现我是一个罪人 我才发现我根本不配 我要敞开我的心怀 接受耶稣基督 那一天开始 他就得着荣耀了 从此以后 他的生命充满了喜乐 还有创意 为什么创意呢 因为神的意念在他里面 拜托 那是神的意念 但是神的意念活出来的时候 世人看得惊讶的不得了 哇 你怎么那么多的创意 其实你只不过让神活在你里面 第二种人 我们来看 这种人很可惜 他们看见教会的荣耀 所以他们也可慕来到教会 他们就看见荣耀 但是看见荣耀以后 却能然是自己 哇 这些荣耀 跟我自己的本色比起来 其实我也不输入太多 所以我想要把我自己 更多的表现在 你们这个荣耀里面 好让你们也能够重用我 但是他从此以后 开始充满了矛盾 所以他的生命里面 他喜欢荣耀 还是愿意来教会 但是不愿意 投入里面的破碎 他站在外围 所以他的生命蛮累的 就是 羡慕人家喜乐 但是自己不喜乐 然后他的言论 或者他所发表的 总是在私下 私下 他的谈话一轮纷纷 他所发表的 都是背后的文字 如果我们再说明白的 就是 哇有黑函啊 或什么 我写在背后 我在背后来谈 那我们来了解一件事情 这就是圣经所说有两条路嘛 对不对 有一条是窄路 一条是宽的路 那宽的路里面 大家都自以为然的 那个叫宽的路 大家很能够认同的 但是神要一件事情 你要的话破碎你自己 单单来寻找神 两种根基的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愿不愿在里面扎根 在神的道路里面 什么时候能够发现呢 发现在大水来的时候 火的誓言来的时候 灾难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不一样 有两种人 一种人我看过 就是他身高只有150公分 他拿着东西 要放在柜子上面 摆不上去 拿一脚蹬 哇塞不下来 他试了十几次 摆不上去 后面 这时候 后面有个人 把他东西拿过来 直接就摆上去了 那个人186公分 连脚蹬都不用 直接摆上去了 那摆上去以后 对这个150公分的人 说一句话 笨啊 弟兄姐妹 很容易就完成事情的 一个是试了十几次 没有办法完成的 哪一个人是中心的 我们看了 是那个150公分的人 是中心的 他试了十几次 但是他没有做好 但是我们常常以 做到事情的人 有恩事的 有专业的 为 可用的人 不对 我们来试试看一件事情 你们心里面 我们心里面所想的 神正在看 也许我180几公分 我很容易就把它摆上去 但是如果愿意说一句话 你辛苦了 以后有什么事 你就叫我嘛 我可以帮你 那这样子 你所做的 他前面十几次所做的 都算你有份 他前面十几次 所有那些劳苦 都跟你有关系 如果你说一声 笨啊 这也不会 那第一个 你否定了 所以这个就是否定 那那是自己 那那是自己 然后再加上一件事情 如果不靠着我 你们能够做事啊 那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生命里面 这两种人 这是常常在 不同的场合里面 会看见的 那这是 昨天经过教会 新同工退休会里面 我们也谈出来一个问题 阳光 创意 飞翔 这个不是教会退休会 教会退休会 还要乘以3到4 那种四倍的人数 那这只是 新同工退休会而已 那这些都是小组长 跟小组长 跟教会所拣选的 特别的侍奉的一些同工 那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这些同工 就是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 好不好 正面 也就是 他们不会是 阴阴暗暗的人生 他们或讲话 或做事情 就是一个 学习破碎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 也把自己要求 我破碎自己 来到神面前 我们很快乐的 阳光的 第二个 当我们分享的时候 是令人喜悦 跟放心的 因为里面没有批评 没有批评 你把你的伤痕拿出来 你不会受伤害 因为你知道 被保护的感觉多好 你在这个团庆里面 被保护的感觉 因为我们学习一件事情 我们都是有伤痕的人 但是因为我们认识 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得早了 我们得早了 就更愿意破碎自己 所以喜乐 就充满这个同工当中 弟兄姐妹 意味着 所有同工 带给这个教会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要是这种 阳光 创意跟飞翔 那我们慢慢来思想 这样的道路 你愿意去走吗 愿意去走吗 圣经里面给我们 这样的一个题目 就是思想 今天我所读的圣经里面 其实绕着这些字句在做 我玩哪里 我玩哪里 我让你去 我让你逃 我让你逃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好 弟兄姐妹 我们直接说好了 亚当犯罪 就是一个逃 逃 神说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我躲避起来了 我不能再见神 神说其实这个时候 是平常我们一起散步的时候 这时候你在哪里 神知道 但是神也指出了 你在隐瞒 你在逃避 我们在逃避神 因为一个答案 犯罪了 各位姐妹 亚当犯了什么罪 亚当只不过想让自己更好而已 亚当只不过想让自己更明亮 好让他跟神越来越接近而已 好让 也许他想法就是 好让我跟神并驾齐驱 然后我在道路思想里面 就跟神一样的讨论更深度 但他不知道 他的我已经想要跟神一样 他不是跟神一样荣耀 他是他的我跟神荣耀 其实神要把他的我拿掉 让神充满他跟神真正的一样 让他不要 你再躲嘛 神知道你在哪里 那天吉哈西换了罪 他偷偷跑去奶妈那边 要了那个礼物 他以为他偷偷地跑 以利沙说你去的时候 我的心岂不是跟你去了吗 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不对的事情 神的心也跟着我们 看着我们 盯着我们 而我们不知道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 是我们生命对自己的讨论 你往哪里去躲避我 另一种就是什么 另一种就是法利塞人 他们是背后 他们不是逃 但是他们背下神 他们私下议论纷纷 他们有自己 他们不愿意 不愿意面对神 他们要的是我自己 我在属灵里面 是多么的一个圣洁 我在教会里面 是多么的崇高 我为什么要破碎自己 难道我没有读过圣经吗 各位姐妹 今天我们在生命里面 要重新来了解 到底我们是怎样的人 第一点 我们在生理思想 如果我们愿意 从一开始就说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乎中 你已经忽必我 哇 圣经是怎么说的 今天我所读圣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知道的 各位姐妹 我要大家特别注意这个 我心深深知道 什么东西 这样说好了 这比较像绕口音 但是也是一个 逻辑的观念的思想 第一 你必须知道 你不知道 大家请注意听 我们必须要知道 很清楚的知道 其实我们不知道 这里所说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被联络 那时我心里并不像你一样 我未成形的体制 你的眼睛早已经看见了 所说的 我在被联络 我被造的时候 骨头跟骨头连接的时候 我的思想在哪里 我不知道啊 我在暗中 我未成形的体制 我当然不知道 我被联络 被塑造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但是如今我成了 成形了 我荣耀了 我必须知道 我的生命的长大 是我所不知道的 我生命的荣耀 我生命的奇妙 是我所不知道 这个我所不知道的 我必须要知道 我相信在灵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 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我们必须要知道 其实在我们日子里面 是一个荣耀被祝福 如果你不愿意承认的话 那就是一个得罪神 圣经也说 在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 在我们的日子里面 还没有长大 还没有成形 神已在我们身上 有计划了 可以这样说 在我们都还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已经被造了 圣经在罗马书又说 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你已经被拯救了 在你得罪神的时候 神已经用保险拯救你了 这样的奇妙 是我们所不能了解的 弟兄姐妹 现在我们现在 做一件事情好不好 我知道 很多事情我不知道 但是它是奇妙的 我现在更愿意相信 神在我身上 不但是创造我 拯救我 我要更知道 祂在我日子里面 写在册上的所有事情 写在册子上的所有事情 也就是祂向我所怀的意念 好 弟兄姐妹 仔细来端详 这个日子是什么 这是昨天我们在 游泳比赛的时候 我们昨天在退休会的时候 游泳比赛 在水里面都是女子组的 那女子组比完后 再男子组比 这是一个杨冠海创业的享受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我看到游泳池的时候 我单机立断 都跟童工说 取消游泳比赛 所以我很担心的 我很担心的 我先试游一次 我算是很会游泳的 我试游一次 从这边下去踩不到水 然后游到中间 还是踩不到地 这边是两公尺一 中间的时候一米八 还是踩不到水 游到三分之一 尽头的时候 才一百六 一百五 才稍微踩得到水 只剩下一小段 是一米二到一米三 才能够露出头来 五十公尺的水道 如果谁随便在中间抽筋 我这个大牧师怎么办 水深两公尺多 长度五十公尺 那是美军的俱乐部 所以都量那种 量那种比较疯狂的 也就是正式游泳比赛的 再加上一件事情 有台风的威胁 风这样收收的吹着 大家如果再冷一点 紧张一点 肌肉一紧缩 那就完了 我就决定了 同工说我们暂停好了 这时候同工大学 我们以前说 大家都预备好了 大家很快乐 本来就没有想要比赛什么 但是大家很快乐 想要做一件事情 既然有我们比赛 就让我们同牧区的 一起来玩一次吧 每一个牧区的选手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我那时候 好 我来讲几句话 请慢慢游 请照你的节奏游 不要拼命 不要拼命 我只怕一件事情 抽筋 我只好 然后刘直接说了 我曾经抽筋过一次 在游泳的时候 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 弟兄姐妹 但弟兄姐妹 要开始游的时候 一切都很平安的游玩了 这个女子组的 哇 有的让我想不到 我们教会的这些童工 游泳技术这么好 这男子组的 好像雨在水面这样通 我觉得他们都很活泼 然后很平安游玩 所有的 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棒 每一个人都非常棒 我心里面第一个感觉就是 阳光跟创意 在他们的心里面 而不是外面 而是在心里面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 来批评的话 同工退休会 这个属灵吗 你们在干什么 有没有读圣经 为什么要这样做 应该让牧区 更多一点好谈话 或者分享 第二个 如果是这样 干嘛要比赛 如果是比赛的话 应该更慎重一点 奖品呢 你说办比赛 那奖品是什么 应该什么预备 每一个人的那种 参加的那种意愿 我弟兄姐妹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们二十几年来 我们教会 戏剧比赛 平凡球比赛 什么比赛 从来没有一次 有奖品的 一次都没有 那所有奖品都是什么 第一名 什么母亲 耶 好了 结束了 没有 没有别的了 没有别的 弟兄姐妹 难道不知道 我们都是这样过日子的吗 对我们而言 大家一起玩 就是最快乐了 弟兄姐妹 你已经得到奖品了 注意听 你的奖品是什么 你的奖品是 能够有两三百同工 在一起玩 这就是你的奖品了 有没有 阿们 你能够有那么多同工 而且那么快乐 那么活泼 在台风的日子里面 向神祷告 主啊 星期六是台风 帮助我们 能够在这台风里面 能够完成我们的诊断 诊断的这个训练 这两天在那个地方 几乎享受最安详的日子 没有烈日 因为有台风 所以没有烈日 有温暖 但是几乎都没有台风的威胁 神就是给我们这美丽的日子 是享受 是享受 弟兄姐妹 我只能说 这是一个合一跟顺骨的故事 我们享受了 享受了阳光跟穿衣 弟兄姐妹 也许我们说 这跟神在我们的日子 所写在他册上 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有关系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享受 神所示给我们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是 你活在教会的喜乐里面 你活在教会的恩典里面 你不但活在教会的恩典里面 你更要享受 另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 被神引导 你不但在被神成长 顺利的成长 而且你要被神引导 祂在你四周环绕你 暗所在你身上 祂了解你 保护你 但是弟兄姐妹 你凭什么被保护 圣经说了 我坐下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眼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心路我躺卧 你都去查 你也深知道我一切所行的 弟兄姐妹 刚才我们在思想一件事情说 你到底知道 其实你不知道吗 现在我们来进入到下一步 神知道 我们一切所知道跟不知道的 神都知道 那神知道你的意念在想什么 神希望把祂的意念给你 但是祂先知道你的意念 神要把祂道路给你 但是祂先知道你的道路 你往哪里去躲避神 今天我们做一个神荣耀的仆人 我们要知道 神知道 不要以为神不知道 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事情 神都知道 神都知道 然后祂告诉我们说 你愿不愿意 破坏你自己 照神所知道的 活在你生命里面 祂按锁在你身上 引导我 这样奇妙 是我 最后一行 我不能测的 是我不能挤的 兄姐妹 引导你去 你做不到的地方 引导你去 你不能做不到的事情 这样奇妙 是你根本做不到的 你愿意的话 你在你所有的思想 意念 口中所有的话 交托在神面前 求主 检查 然后按锁在你身上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习惯按锁 就是祝福跟医病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按锁在你身上 是把恩膏 施在你身上 让你去完成 你一直以为 做不到的事情 弟兄姐妹 心情 不能用理论的 用感受的 好 我们来感受另一件事情 很震撼哦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我去大陆的时候 这是他们的卫生间 那这是 时代比较先进的 不是挖土的 这是下面可以冲掉的 但是盖子拿起来 连盖子都是 我们去才把它做 比较正式的盖子 那拿起来 就可以在上面 很舒服的 这样 身体形怀 然后排泄 这就是你上大好的地方 那你坐在那边 距离还蛮近的 坐在那边 三个人一起上的时候 还可以团契生活 与彼此聊天 那其实可以六个人 一起来分享 那前面有个塑胶袋 上面就有卫生纸 你可以自由取用 弟兄姐妹 神引导你去看 你根本想不到的事情 做不到的事情 你去了解 你去感受 很多人为此而感谢 弟兄姐妹 你的心知道吗 你的心有多少的感恩 在你现在的日子 你的心有多少知道 你现在的道路 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不以为然吗 弟兄姐妹 你每天的生活片段 请你坐在马桶上的时候 请你就要赞美神 有没有阿们 大家还是不太了解 这个要阿们 你能够坐在马桶上 你就要赞美神 你能够站在硬的地上 你就要赞美神 你能够享受阳光 就要赞美神 我们在那边 我进去厂房关起来 八天后厂房打开 我才出来 四十个小时 没有麦克风 只有一件事情 对着他们讲课 他们渴慕的心 在这其中 弟兄姐妹 我有在想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不是领受 什么新的知识 也不是领受 什么新的恩典 只是神一直告诉我说 祂的话是活泼的 有功效的 能够刺入你的心 使你的心思 意念被打开 让你去做 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让你去看 你以前看不到的事情 你看到的 你就要改变你的态度 你的态度 当我们看到的时候 这态度 使我在神面前的感恩 因为我不需要 来这边上厕所 他们为了我 做了一个特别的抽水马桶 只让我一个人用 弟兄姐妹 有一种叫做 你了解 有一种叫做 你的恩典 在那日子里面 你看不到 看不到 蓝天白云 为什么呢 因为 资博士 这你们知道 没关系 在那个地方 山东那个地方 刚好是石化工业城 每天雾茫茫的 每天烟雾茫的 烟雾茫茫 总共只有一天 太阳出来了 比较热 看到有蓝天 有太阳 我赶快把它拍照 又有太阳 弟兄姐妹 在那个日子里面 他们生活 在隔壁村 有个地方叫癌症村 里面水源污染 跟空气污染 几乎每个人都是癌症 那我常常思想 在我们今天的道路里面 我们所过的日子是什么 你有多少的感恩 你有多少在神面前说 主啊我赞美你 我能够享受自由的 睡觉 生活 起居 这就是赞美 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是大陆各地 精英的 家庭教会 弟兄姐妹 每个人都负责 是一千人以上的教会 他们来这培训 是精血出来的 内蒙古过来 坐了26个小时的快车 如果是慢车的话 可能要坐两天 如果是快车 要坐26个小时 他们就是为了来这边 学习教会的管理 跟教会的治理 跟圣经里面 对他们所说的勉励 跟引导 弟兄姐妹 这种可慕 你的态度在哪里 当我们今天坐在这边 主力崇拜的时候 我们心里意念 我们看的见是什么 弟兄姐妹 你的意念向我 是何其的宝贵 其数是何成众多 但诗篇四十篇 也是这样说 你的意念 多得不可胜数 如果要数的话 就比海撒更多的 这种感觉 但你要胜数的话 四十篇四十篇 却说我先要了解 你先从暴虫 或从屋里当中 拯救出来 你在生命里面 有这个分别 你才能够 进入到他的意念 在他的意念里面 弟兄姐妹 跟他分享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落数点 比海撒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弟兄姐妹 果真的 果真的 神在我们身上 有没有计划 我们很多人说 不知道 弟兄姐妹 心里心里心里 要对自己说 你必须知道 他在你身上 有很多计划 只不过 你不知道 为什么都没有实现 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 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仍然是自己活着 神在你身上的计划 永远不会实现 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 如今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在我里面活着 什么事我都肯做 什么事情我都肯 我什么都敢 我什么都愿意 你就会发现 他在你身上的计划 全部都会实现 我们坐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大陆 大陆看我们教会的照片 羡慕得不得了 他们也开始向神祷告 我们要做梦 我们要在时代里面做梦 我们要像台南圣教会一样 他们甚至说 不然我们来看 我当作他们开玩笑 好啊你们就来啊 你们就来 结果第二天他们说 他们已经收集所有资料 他们不能来 因为他们城市都没有 开放自由来台湾 所以他们后来想说 不然他们要组团 我就发现他们来真的 各位姐妹 我这种想法跟这种态度 知道一件事情 他们渴望复兴 他们渴望突破 他们渴望前瞻性的眼光 眼光 各位姐妹 如今你站在前瞻性的眼光 跟祝福当中 你的脚步是什么 你嘴巴所说的话又是什么 我们再次求主能够帮助 第二点 但圣经继续说 我睡醒的时候 能和你同在 这一句话 当我们刚才读录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睡醒就表示 当你还没有睡醒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 或者你身体未成形的时候 你也是不知道 但是你睡醒的时候 你要做一件事情 我如今看见神与我同在 各位姐妹 你在不知道的时候 神眷顾你 你被联络是神的恩典 当你睡醒的时候 你站起来的时候 你仍然知道神在你旁边 因为你看见了 看见神荣耀 各位姐妹 我们的道路要这样来思想 要这样来走 我们盼望这故事 在我们生命里面 呈现一个新的祝福 在我们里面 各位姐妹 当圣经说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浇灌在环游血气的身上 在末后的日子 他们必要看见 他们必要看见 各位姐妹 我常常在生命里面 有这样的想法 末后的日子 一二二字怎么说的 我的灵浇灌 在那里有血气的身上 老年人 少年人 这些神的仆人 他们要看见 他们要说语言 要做异梦 他们到底在这个 所说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 不是用学的 不是用在讲语言 好 大家来学语言 我认为圣灵教 我说了什么 说什么 弟兄姐妹 不要彼此欺骗 在这个时代 神的仆人跟神的使女 要看见时代 神要翻转 神的启示 没有越过圣经的 但是如果人心要翻转的话 神会让语言 临到我们当中 而这语言就是 我们要在时代里面 我们教会要做的 现在的动作 也是时代的翻转 你不能停滞 享受神的恩典 你如果停滞 享受恩典 只有一个结局 就是私下议论纷纷 每天说东说西 说东说西 然后劈提那些 往前走的人 何必这样子 来教会就是享受恩典就好 弟兄姐妹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这样子 只会让我们自己更不快乐 但是看看 但昨天弟兄姐妹 这个不是 这个都是全部的小组长 年轻一代的小组长 他们从这个年纪开始 我们就起来 非常地唱歌 跟赞美 跟我们比较中生代的 一起来赞美 我们新生代起来的 非常地快 起来非常地快 第一天是年轻的弟兄唱歌 后来有一些年轻的弟兄说 我能不能加入 我告诉他说 对不起还不行 因为你只有在这个师班是22岁到25岁 也就是大学毕业才能够参加 你还19岁而已不行 弟兄姐妹 我们下一代 起来得很快 已经迫不及待要加入了 迫不及待要加入了 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步调是 一个一个要起来 但是要淬炼你自己 弟兄的师班 哇 今天晚上他们开学了 要带十个 以后他们每个礼拜 要去华神读书 然后有两个 要到圣关神宣比读书 去年又毕业很多个 我们知道 这十个 明年还有四个要考 我们做一件事情 三年后 当这十几个传道人 进入到教会 当那时候 应该有二十几个人 预备要考 那你就说 我们教会这么多传道人 在干什么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教会都是一千多人 那那么多传道人 真的有一点点多 但是你要不要相信 三年后教会是两千多人 传道人永远都不够 弟兄姐妹 应一出来的时候 往前撤退二十年 二十几年 那时候教会一百六十几个人 现在的同工 就是当时全教会的总和的两倍 结果同工那么多吗 不是 现在的人数是当时的十倍 永远都不够的 永远都不够 我们再次恳求主 能够帮助我们 神的灵教灌他的使女 教他的仆人的时候 那时候起来赞美 那就是飞翔 就飞翔 因为国度要降临 国度要降临 我们盼望在生命里面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其实你自己对自己 有这样的一个行动 当我们读到139篇最后 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有点压抑 但是这十年前有点压抑 这十年来 我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子 耶和华那些恨恶你的 我跟他们 势不两立 因为同仇敌开 攻击你的 我就很气那些攻击你的 因为在生命里面 我有所分别 我生命就跟你更亲近 我确决地恨恶他们 弟兄姐妹 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是讲爱吗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对这世界妥协 不爱神的家 妆爱世界 我们才以为 那是彼此相爱不对 我们如果是要 真的爱神的家的话 那些攻击神的 我们跟大家分别清楚 弟兄姐妹 你是谁 你是谁 你是一个站在 站在神家里面 跟神一起同享 在道路里面 有一天说 那载门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那里 还是你在那边 一起来批评 这些向着道路奔跑的人 我们今天在神面前 给自己这样一个挑战 挑战 耶博书23章 那个对方所说的 神说一次 神说两次 但世人完全不理会 这就是故事 很多时候 人不理会神的荣耀 他们所说的 我们跟他同流合物的时候 我们生命永远走不进 教会里面的喜特 我们的很多的批评 会在阴阴暗暗处 活出那些批评 那神给我们道路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 在教会里面 我们给大家一个特色 教会的特色 阳光就是正面思想 还记得 大家看不到 黑板上面所说的 白板上面所说的 阳光 你要正面思想 我们也勉励说 弟兄姐妹 创意就是你的喜乐 因为看到弟兄姐妹 怎么有那么活泼的故事 怎么有那么令人惊讶的表达 表达和表演 创意让大家真正的喜乐 最后国度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发现 那时候你的生命是一个飞翔 你的眼光是看到永远的 你的日子在生命前不是努力的 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训练毛毛虫跑得更快 不要再训练你的毛毛虫 加快脚步 加快脚步 那不是对的动作 我们要让毛毛虫蜕变 成为蝴蝶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 太多时候用管理学 来训练我们弟兄姐妹 越来越执守教会的体制 一直希望这些教弟兄姐妹 更快更好 压得他们受不了 那是把毛毛虫训练的 跑得更快而已 没有 我们要毛毛虫享受新的创意 享受神在我们身上蜕变 如果我们在神面前 发现跑得最快的毛毛虫 他可能是毛毛虫界里面的博士 可能是毛毛虫界里面的一个主席 或是什么 各位姐妹 但是如果我们蜕变的话 我们随便一只蝴蝶 都比世上的国度 荣耀好几百倍 有一天你在世上 一直打滚 你就发现 世上当我们很痛苦 这个人可恶 那个人可恶 你以为他多好 有一天告诉你 我就算我的名义掉到9% 我还是不退的 那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我不是怎样的相信吗 我不是怎样的倚靠吗 人在这世代里面 不可相信的事情 一直掉 一直掉 那我们一直气 一直气 直到气死为止 他还是不变 各位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给自己一个调整 教会的脚步 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教会要有风格 教会的步调 第一 门训 你要努力 第二 彼此相爱 你如果真的是彼此相爱的话 你不用去传福音 不用去传福音 外面看到这个地方彼此相爱 神说那时候初代教会 神把得救的人数怎样 天天加给他们 你连传福音都不用 你只要彼此相爱 在教会里面 彼此交接 美好的团契 外面的所有人迫不及待要进来 最后一点 教会要吸引力 这是文化事业 这个地方是神的国度 是神的喜乐 各位姐妹 如果你一辈开始行动的话 各位姐妹来想想 这是什么菜 这都是蚕蚣 各位姐妹 去那边所吃的就是炸萌 吃蚕蚣 吃这些很奇怪的东西 各位姐妹 你预备了吗 这也是行动 你敢吗 你接受它吗 如果你敢接受的话 你有发现一件事情 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读懂神所说的 当我夹着一个 一只那种蚕蚣 起来吃的时候 我想一件事情 想一件事情 神所接近的 方式都可以 各位姐妹 在歌里面的故事 也是这样子 我们盼望这新的故事 在我们道路里面 就是这样新的挑战 跟喜乐 神啊 最后这句话 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神的检查 跟神的试炼 都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调整 我要调整你 各位姐妹 你被神知道的感觉很好 有一天你会发现 我被神知道我软弱 我被神知道我有亏欠 我被神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我就知道 我是在神的管理当中 我就不再害怕了 各位姐妹 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道路里面 我有什么不对的 求主检查 好让我们走在永生的道路里面 神的话是活泼了 有功效的 像两刃的剑 刺入到我们心思 剥开我们的骨跟骨髓 骨结里面 使我们心思一念都被剥开 心思和意念都被剥开 就是这句话 求你检查我 试炼我 知道我的心思 知道我的意念 意思就是 你在神面前要敞开 不再是你 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 各位姐妹 当我在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们带我去看他们的教会 我说不得了 不得了 这是家庭教会 就是我们所谓地下教会 你敢把它弄成教堂的样子 还敢大大大地把试炼弄在上面 他们就说 这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但是做了就做了 怕什么 怕什么 有没有人来找麻烦 有 好几次来找麻烦 但是我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就说 我这一辈子 这就是我的荣耀 我就做了 我就做了 他们来找麻烦 为什么办法 试炼就在上面 不然我怎么办 各位姐妹 很多时候 当我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感觉到家庭教会 敢把它弄成教堂的样子 敢把试炼弄在上面 每天接受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盘问 常常被请去喝茶 请去喝茶就是什么呢 就是软禁你 那在生命里面 我就发现他们不怕 因为他们在整个社区里面 是为人所称道的 他们只要说 哎呀不要太招摇 哎呀拜托 各位姐妹 当我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在想一些事情 挑战世代 他们敢 我们敢吗 我们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活的必须要是 大陆 日本 韩国 各地 美洲 各地 看到这个教会 把荣耀归给神的一个教会 他们要做一件事情 在这里 有神国度荣耀实现的地方 各位姐妹 我们随便一张照片 都能够动他们的眼泪 我把我们歌剧的影片 放给他们听 他们每个球流下眼泪 我们也要 像奥卡族 那样的一个传福音 像挪耀方舟这样的一个呼喊 我们要珍惜机会 各位姐妹 盼望我们能够明白 在教会里面 你随便一张 侍奉的 我说照片是侍奉 当所有的年轻人 站在上面 短圈的时候 侍奉的照片 让他们流下眼泪 主啊 我的儿女在哪里 各位姐妹 如今你在做什么 如今你是见证人吗 我们教会是一个 神见证人的一个果子 求主能帮助我们 为这一切摆上在神面前的喜乐 活着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其实他所说的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如果我们真明白的话 我们就不再害怕了 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感恩 在神面前求主能够保守 让我们的故事 就是这样的呼喊 就是这样的赞美 我们现在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引导我们在里面前 这样歌声跟赞美 在世代里面我们有声音 在这世代里面我们要呼喊 在这世代里面我们要呼求 求主你保守 让我们所呼喊的 这样得胜跟得救的故事 在我们身上果真地活出来 在这世代里面 为主你更多的摆上 献上我们感恩 当我们聚会的时候 看求你圣灵厚厚的高谋在 我们每个人身上 让我们一起来 侍奉你的时候 这条道路就是最美的故事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